人间修行录 寻找成佛的真正因地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人间修行录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禅宗的故事 讲述马祖道一禅师 如何在怀让禅师的指导下 找到成佛的真正因地 这个故事不仅是关于打坐的重要性 更是关于觉悟与内心的真实探索 让我们一起跟随马祖道一的脚步 探索成佛之路的奥秘 找到成佛的因地 马祖道一禅师 出家以后很喜欢打坐 他刚出家 什么事都不做 就跟大众不相应了 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常住 去参访怀让禅师 到了怀让禅师那儿 因为喜欢打坐 所以他把事情做完以后 就去禅堂打坐 怀让禅师就注意到 这个马祖道一 他有一天就故意在禅堂门口 跟马祖道一禅师相遇 他就问马祖禅师说 你整天打坐 图个什么 马祖禅师说 我图作佛 怀让禅师就点点头 笑一笑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 过了几天 怀让禅师就故意拿一个砖块 在禅堂前面慢慢地磨 磨 磨 马祖禅师出来就看 哎 师父 你磨这个砖块干什么 他说 我要把这个砖块磨成镜子 马祖禅师说 磨砖云和成镜 这个镜子是铜座的 你应该拿铜片去磨 你怎么拿砖块去磨呢 所以 磨砖云和成镜 怀让禅师讲一个重要的话 就反问他 打坐怎能成佛 这句话很重要 诸位 打坐是一个法门 它是透过调身 调膝 调心 让我们内心保持一种寂静的状态 法门是不能成佛的 诸位 成佛你是要怎么样 要开显自性 你要关心的 要内观真如的 你要去学习 要去信解 观照 发愿 最后才能够成佛 所以 马祖禅师听了以后 当下开悟 法门只能当作助行 真正成佛 你要有很多的道前基础 你要去学习法华经 要读诵法华经 建立你内心的理观的智慧 然后你再去打坐 再去拜颤 你才可以成佛的 就是你那个阴地 要先找到你的阴地 成佛的正因在于 就是我们说的 方听无声曲 始闻不死歌 然后就是经之当体事 凡恨自蹉跎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成佛的阴地 然后才能够去修行的 不是你整天打坐就会成佛的 打坐只会让你聚静 而不会让你成佛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人间修行录 我们通过马祖道义禅师的故事 学习到成佛 并非仅通过外在修行 而是需要内在的觉悟和真正的心灵转变 愿以此法不失的功德 回向给我已故的母亲 祈请佛菩萨 祈请佛菩萨慈悲做主 超把我已故的母亲 令他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佛法中 找到真正的阴地 走向解脱之路 感谢观看